大家好,我叫Iris,是Google AdMob的大中华区客户经理。 今天,我想向大家展示如何将移动广告SDK集成到IOS项目中。 在开始展示之前,我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使用AdMob的优势,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 谷歌移动广告SDK是通过应用获取变现收入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。 AdMob系统支持四种广告形式,包括横幅广告、插页式广告、原生广告和激励视频广告。 此外,AdMob还包括中介服务,帮助您获取和投放来自多家广告联盟的广告。 插页式广告非常美观,可为用户提供全屏广告体验。 横幅广告算最容易着手使用的一种广告形式,您可以将它放在任何位置当中。 激励广告为您提供了一个简单的API,用于奖励观看广告的用户。 这种广告可能适合在游戏中投放。 原生广告可让您定制广告的外观和风格。 要通过广告创收,您需要在项目中添加SDK。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操作。 第一步是使用Cocopods将SDK添加到您的portfile中。 下一步是将您的应用ID添加到info.plist中。 最后,您需要在AppDelegate中初始化SDK。 现在,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代码和操作截图。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项目目录。 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Xcode项目。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输入portinit,然后系统会为我们提供一个portfile。 我们可以进行修改,使其包含SDK。 下面我将添加portgoogle横线mobile横线ads横线stk这行内容,然后保存并退出。 现在我要依次输入portinstall一个短滑线,再一个短滑线,repo短滑线update。 repo update非常重要,因为它可确保所有cocoapods包含适用于您计算机上所有依赖项的最新port规范。 现在这项操作已经完成,我们来切换到工作区。 您可以看到,cocoapods创建了一个可以在Xcode中打开的新workspace。 而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通过右键点击它,并执行open as source code来进入info.plist。 在此处我们要添加一个key,该key即是GAD Application Identifier,另外该key的值为字符串。 它是您的应用ID,显然您需要使用您的实际应用ID。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该操作,接下来我们将转到AppDelegate,并输入atImportGoogleMobileAds。 完成之后,我们可以输入GoogleMobileAdsSharedInstanceStartWithCompletionHandler。 如果您正在使用中介功能,则需要先等待CompletionHandler完成,然后再尝试加载广告。 如果您没有使用中介功能,则可以将CompletionHandler设置为Nil。 下一步是加载广告。 加载广告的方式取决于您要展示哪种广告格式。 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源来帮助您在应用中投放广告。 首先,我们的开发者指南就是了解加载各种广告格式所需操作的绝佳途径。 您可以查阅此文档,并按照其中的分布说明进行操作。 我们的开发者论坛非常适合您与其他开发者进行交流和互动。 如果您需要技术方面的帮助,可以访问该论坛。 最后,我们在GitHub上提供了大量实力,可以帮助您了解有关如何针对不同的广告格式,请求广告的实际代码。 以上就是您需要了解的内容,让我们来回顾一下。 今天,我们介绍了如何通过使用Google Mobile Ads SDK在应用中投放广告,进而轻松实现创收。 我们还提供了一些资源,可在您遇到困难的时候提供帮助。 请务必留下您的评论并订阅AdMob频道,以便了解更多技术内容。非常感谢。 请务必玩!